嘿 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血观音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十四街金马奖上面 拿下了四项大奖 包括观众票学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奖 以及最佳剧情片 由杨雅哲导演 慧英宏 吴可熙 文奇主演 我在看血观音的预告的时候 就有一种 杨雅哲导演 这一次似乎完全解放了自己 他不再需要偶像明星来美化自己的创作 或者是增添焦点 完完全全直求对决观众的欲望 靠着表演和剧本的泼辣狠毒 还带着那一分惊悚的意味 是一部很好看很精彩的电影 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么令人爽快的台湾电影 我蛮喜欢的 用相当八点档的剧情 拍出恐惧入骨的人性悲剧 和在今年金马奖拿了五项大奖的 大佛普拉斯一样 都是今年台湾非常优秀的电影 大佛普拉斯以男性为主角 血观音则以女性为主角 一阳一阴地指指我们台湾观众的内心 我们每天可以看到的那黑暗 无光无碍的政局 还有社会 我看完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 血观音好像比以草根人物为主角的大佛普拉斯 更加的草根 更加的贴近那台湾底层观众的心声 血观音中的经典台词对我来说 也更接近台式幽默 那种很近还有歹毒 大佛普拉斯相较起来 还是用了一种文雅的方式在创作 这部电影的主题 我想很明显的是在讲控制 以爱为名的操控 背后实际上其实是人对权力的欲望 一场真正的每一个人都会参与的权力的游戏 主角唐夫人 她是一个在镇上之间做白手套的古董商 不断地在这之间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大女儿唐宁是唐夫人最惨烈的一个牺牲者 她一辈子都是唐夫人提升自己地位的一个工具 她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当一个叛逆的女儿 去反叛自己的母亲 不过其实她也在唐夫人身上学到了不少 而且也为这个家做了很多事情 文琦饰演的小女孩唐真则算是一个没有崩坏的唐宁 对唐夫人百依百顺当一个有耳无口的端茶避水的人 虽然血观音表面上有扑朔迷离的剧情 但这三个人之间的故事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精彩的主轴 在这三个人身上看到的失爱是伴随而来的另外一个主题 失去爱的能力或者是不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爱的存在 这是非常可怜而且非常可怕的 失爱发生在小女儿的未来 大女儿的现在 还有唐夫人可能发生的过去 我觉得同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三个人身上不是一种因果循环的关系 而是家庭教育或者是环境的影响 我们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 常常我们自己也会变成那样子的人 然后跟他们犯了一样的错误 跟他们一样丑陋而不知 导演似乎认为这个失爱是我们这个环境渐渐要走向的一个地方 他用了很多政治上的事件 这些贪官、污吏、弊案 混合出一个相当大胆的讽刺剧 PTT上有人整理出血观音里面有暗指的一些历史事件 可以看得出导演在这方面是非常下功夫的 杨雅哲的导演算是比较剧情派、说故事的导演 在看他上一部也把金马奖送到个人们手上的男朋友女朋友 你不会看到太多导演的手法在里面 不过你可以很舒服的欣赏一部电影 而且可以感受到导演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的感情 还有演员精彩的发挥 我很喜欢美术风格呈现出那种排饰、艳丽又非常冲突的美感 在林家花园拍的那一场派对的戏 背后有一个Moteur的招牌霓虹灯 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 唐家的老房子脱离了八点档的那种穷妖式的豪宅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谢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突兀的是海边那一场戏 过于简单而没有设计感的背景 是电影中很重要的一场戏 但看起来却像是另外一部电影 看完之后会觉得灰影红的气场 还有他给人强悍的感觉 是唐夫人这个角色不恶的人选 文琪的表演真的很棒 我想没有人会不惊艳他所诠释出来的唐真 把一个被大人世界玷污的小女生表现得非常厉害 演员的部分除了得奖的惠英红 还有文琪非常非常出色之外 其他的女星包括角色最难的吴可西 干练凶狠的陈佩琪 善恶难分的温真凌 传奇坏女星陈沙莉 傻气的王月 垫垫吃三碗公的大酒保玛璃子 都蛮成功的 能够得到金马奖最佳剧情片这个大奖 我想很大的成分是这群演员的整体演出 我一直去看的朋友觉得小英的演出是蛮跳戏的 但对我来讲还好 可能我真的有见过有一些长辈真的是这样子的 傅子纯跟吴可西对戏的部分是比较弱的一环 傅子纯前面几个镜头看起来都还蛮有气势的 后面就还好 吴可西看起来演的还算不错 但是几场中央的内心戏所表现出来的情绪 太简单太普通又太用力了 没有把这个角色的层次表现出来 而柯佳燕 我个人没有很喜欢杨秀卿老师说唱旁白的那一段 虽然的确有帮助电影的结构 然后有拉出另外一个视角 以及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 但我还是会觉得没有那一段会更好 杨雅哲导演把写观音这个乡图剧的故事 连结了自己对台湾社会的失落感 讲了一个台湾未来的预言 故事精彩台词也到位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我最近在看日本电影韩国电影或者是印度电影 都看到他们在检视反省自己国家过去发生的事情 甚至是现况 我就很希望台湾电影也应该要有这种血淋淋的反省能力才对 这才能帮助我们更加的进步 曾经我们有过一部香港帮我们拍的情意之息息离岛 现在我们有了血观音还有大火婆拉斯 大家快去看吧 血观音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并且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的话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